那要問一下 剛剛在裡面跟我們很多可愛的演員群對戲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跟他們互動的過程 因為等於要在空中跟我們的甜甜圈 還有香蕉跟咖啡對戲對不對 對 他們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敵人 他就會讓你的牙齒口中的酸性增加 沒錯 所以在拍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 對 但是你要打擊無形的敵人 所以有一個動作是這一次廣告裡面最主要的 是 怎麼樣 一個這個動作 是 牙齒覺得不舒服 嗯 然後就可以吞兩個 對 extra進去 對 你就可以中和一下 因為你知道其實要攪20分鐘那個口中的那個唾液 才會 才會把你裡面的這些酸性中和以後才會帶走 對 所以要攪20分鐘 是 剛剛我攪了多久呢 你剛剛到現在大概差不多13.6分鐘 對不對 再攪大概大概差不多6.4分鐘 好不好 好 這就是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們分享喔 大家都很覺得很疑惑 或者說 我們在吃完東西之後啊 口中的酸性會增加嘛 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啤菊池它的走向是怎麼樣 我們要請到今天朋友來擔任我們小小護理老師 好 要透過我們一個大的這個舞台道具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在吃完喝完這些食物會造成我們的這個蛀牙上面的危機啊 蛀牙下面三樣 嗯 那個可愛的食物 會增加 什麼性 酸性 酸性 對 你剛剛一中門頭害我嚇一跳 酸性 酸性 酸性會增加 對 所以你看呢 我們的酸性會增加PH值就會變得比較酸的狀況 然後 然後無形的敵人出現了 太可怕了 各位朋友 今天彭月除了要展現陽光般的笑容之外呢 還要讓大家跟他一起來打擊我們口中的酸性對不對 剛剛你也跟我們大家分享了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在吃完喝完之後 只要ACTRA我們的木糖床木糖口香糖20分鐘 口中的什麼會增加 口水 對 對 唾液會增加 唾液一增加之後 可以把口中的什麼性給中和 酸性 對 真的 非常好 口中的酸性中和之後 可以帶走口中什麼的殘渣 牙菌斑 食物 食物的殘渣 對 對啊當然是食物的殘渣 是 那個食物的殘渣帶走之後呢 就可以減少什麼菌的滋生 牙菌斑 答對 牙菌斑的滋生一減少之後 就可以減少什麼東西的發生率 蛀牙 答對了 真的 欸你真的有拍過聽說欸 因為會讀我的唇 非常好 所以要跟所有的朋友們說 剛剛那個也不斷的強調 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隨時交Aktra 讓大家從什麼地方好開心 從齒好開心 是的 要從齒 要從齒 要從齒就會好開心 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那個彭音樂 除了帶我們看到你的這個 非常陽光般帥氣的笑容之外 我們也要讓大家來補充我們Aktra 後醣 無糖口香糖 要產生力量 要打敗我們口中的酸性 好不好 吃完喝完 叫Aktra 好 好的 是的 太好太好 好 已經被打敗了 可以了可以了 這位先生OK了 很好 非常好 口中的酸性完全被中和了 就是要透過彭音樂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 吃完喝完 隨時只要Aktra 木糖醋 無糖口香糖 讓大家隨時Aktra 從齒好開心 好的 我們要邀請這個Eddie 我們再拍一下喔 來正前方 口腔的這個保健跟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隨時注意 那我自己就是 這算是我蠻注重的一個部分 因為工作的關係 還有你跟別人溝通 不然只有在表演上面 口腔的這個清潔就很重要 是 那自己就本身就很喜歡吃口香糖 那因為能夠成為這個木糖醇 無糖口香糖代理人 更了解 在什麼時候吃跟吃多久 跟這個綜合口中酸性 對我們的重要性 對我們牙齒 人類的牙齒的重要性很重要 所以今天很高興 能夠成為這個代理人 然後把這個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會多多吃 無糖 木糖醇 無糖口香糖 是 再次謝謝Eddie萌 耶